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老师大家好 我是科普活动计划的一个主持人 我叫许惠美 今天非常高兴邀请邱文胜老师来帮我们进行线上课程 因为今天的时间不会很长 所以我可能现在就先稍微开场 免得等一下会占用到邱老师的时间 好 我想首先我是先请一下助理帮我们换一下简报好不好 对 接下来我们会有一系列的相关的一些科普课程 知水在这边也特别跟大家说明的意思是 因为其实下面这两场都还蛮有趣的 第一场是陈国权老师会介绍Squatch GUI 扩充功能的制作 最近这几年来大家都会用Squatch去接外部感应器 当然有非常多的选择 其实是我们希望透过这场研习能够找到一些有兴趣 一起来投入开发的老师 所以在这边的话 国权老师会大家去解析整个Squatch GUI 的部分 就是他在Github的一个程式架构 如果你要自己写扩充功能应该要怎么写 所以各位老师如果您不是科技相关的 你也可以试着来认识看看 其实没有那么的困难 然后对我们是希望说能够未来营造一个台湾自己的开放 圆满的一个开放社群 第二个部分的话是张元甄老师 张元甄老师大家一听到他就知道 他最近他对于AI还有IoT的部分都有非常深刻的涉入 特别是他在台笔机器人的一个推广上面 所以也欢迎大家报名这次的课程 他是跟我讲说我们可以直接在线上就控制他们家的开笔 所以我想应该会蛮有趣的 好 接下来的话我们的助理有把我们这一次整个系列的演讲 都放在我们的网站上面 这个网站可能有点小 各位老师你们可以看一下讯息列的部分 他有把它贴上去 在讯息列的部分有贴上去 所以大家也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就希望大家会做后续的报名 我们后续还有几场 像范运萍老师 郑志廷老师 还有陈国权老师还会继续帮我们再讲几场 特别就是比较硬的课都给他 另外还有刘老师 刘正极老师 他会讲有关于 pocket card的部分 都会非常欢迎各位老师的报名 现在大概是9.59分的部分 那我是不是就麻烦助理再把投影片切到邱文胜老师的部分 邱文胜老师刚给我题目的时候我都看到631 那我就跟助理讲说什么是631 一定是他想要排到6月31号 其实不是这个意思 他今天会透过631来跟大家讲一下 特别是在基电创课课程的他的心法 6就是6次课程 3就是3个门槛 那1叫做一次就学会 所以我想大家应该非常期待 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就把时间交给邱老师 邱老师已经出现了 那就麻烦邱老师 好谢谢 好 我把画面分享 好那各位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可以 不好意思 我的631感觉像家庭教育宣道的样子 好 我因为邱老师说要开6次的线上课程 那所以我就准备6次的课程 那分成三个部分 那我把它放大一点 好 各位有准备那个瓜子炸鸡啤酒 可以拿出来慢慢一边吃一边看 好 那首先第一个部分呢 因为我们考虑到很多是新进来的老师朋友 所以我们还是会有一些基础的简单的教学的部分 那会放在第二次跟最后的五六次 那所以我的安排大概是这样子 就是第一次 第一个系列部分我们会讲一些比较基础的部分 那包含那个简单的环境设置 操作还有我们学开放式硬体的话 它会有哪些选择 还有未来接上去会怎么发展 那这个是属于第一个部分 那分为两次上课 那今天上的是第一次 然后第三次上课跟第四次上课呢 我们在科技领域的最终的最后面的那个核心是运算思维跟设计思考 那这个东西到底平常怎么上课要能够把它上得出来 这个会是比较重要的部分 那如果各位 我想各位老师大部分跟我以前一样 我们上课在科技课在资讯课都是讲技术 那其实在国小科技领域的部分呢 其实它的重点并不是要讲技术 所以我们在第三次第四次会跟各位说 怎么把一边上技术 然后一边引导到你的生活上 让学生学到的是真正的是运算思维跟设计思考一些很简单的方法 那各位也不要听到那个运算思维跟设计思考这两个字就觉得很道谈 其实它是很简单的 那你如果觉得很道谈 那就是前面推广的教授 推广的太好了这样 好 那最后两次 我们会讲比较进阶的部分 就是我们在上开放式硬体的课的时候 会有一些比较困难或者比较危险要注意的 那这个部分会怎么去哪些地方要注意 会跟各位做一个分享 那这是我六次上课的主要的内容 那我们切回来到今天上课的部分 好 那今天上课部分呢 主要是刚刚讲六三一 就是这六次上课的简介 那所以 待会要麻烦各位 就是我几个网站 各位可以加一下 那当然最先要加的就是 FB的那个S4A的社群 因为我们所有的公告课程 或者是相关的内容 都资源都会贴在这边 好那我就从 从这边来了 我就直接直接来了 好那 我们来谈 我再讲一下 我这六次上课 其实我的内容 虽然是用Arduino 但是我这个上课的概念是 不管你上什么硬体 或者是纯Squatch程式 纯Blockley程式 都其实都是可以用的上的 好那 内容 应该都是可以用的上的 不限你用什么硬体 那只是因为我上课需要有一个 一个戒指 一个载体 所以我就用Arduino来做 做示范 好 那为什么我们会上这个基电创课 那其实 就是开放式硬体跟开放软体 那各位都知道你们以前 我们以前要想要做一个东西会动 好能够感测到这个 现在真实生活的状况 其实非常的困难 好通常你要 可能要有一些电路板 然后用使用一些零件 那这些 我们都是要在专科以后 或者大学以后 有去念电子科电机科 好这些你才有办法去 处理这些电路的问题 然后城市控制的部分呢 也是要到大专以后 有学过组合语言 或者是西语言等等之类的 你才有办法用这些城市语言 去控制这些硬体 所以在98年 惠美老师他们开始在宜然推Squitch之后 这个Squitch从那时候开始进来台湾 那这个城市的门槛就整个往下降 降到只要小朋友有用过电脑 能够操纵滑鼠 就能够去学城市语言这一件事 98年就开始 然后接着呢 100年的时候 其实开放硬体在市场上 就已经开始出现 那尤其是在教育市场 那一开始 其实Arduino也是要用西语言去控制 那所以那时候我们都是 就是跟着社群在玩而已 所以也没有想到要把它放在国小里面 那直到有一天就是那个SCA的破冰 的研习的第一次 那个惠美老师召集了几位社群的高手 那里面就示范了一些 用Squitch来控制Arduino硬体的方式 那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那个也是100年的5月份吧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知道说 原来Squitch也可以控制硬体 那控制的Arduino这个硬体 它本来就不是为了电子科 电机科所使用的 它本来就是为了不懂电子的人而开发的 那所以整个硬体的门槛也荡下来 那荡下来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 紫柜写程式那么简单 然后硬体的控制也那么简单 那所以两个搭在一起 就会发生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 小朋友上了三个小时的课 他就能够写程式控制Arduino的硬体 做出一些会动的东西 或者能够跟生活结合的东西 这个跟以前比较起来完全的 就让人家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在学校开始把这样的课 做一个导入 所以其实这些东西 时机真的到了 就像我们手机出来 它很简单很好用 那学生几乎可以很简单的摸一下 就会了 也不太需要教 所以大概时机到了就是这样子了 所以我们就决定把它放进来 那当然他用这个学硬体来做跟教育有关的事情 然后学生的学习会有天差地别的分别 这个我们在之后六次课会来讲这些事情 好那这是我这六次上课的一个简介 那接下来呢 我会进入那个 学就是学资讯课学这些东西的内容 会有一些小门槛 那这个小门槛说实在的呢 这真的很小 我们通常在做教学的时候 要评估说这个东西 像我是负责国小的 那所以我接触任何的软硬体 我都会评估它可以放到国小里面的情况 那所以我们简单的分析一下 如果开放硬体要放在国小来教 从三年级以上就开始教 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困难 我跟各位分析一下 那首先儿童层次的部分 就当Squatch可以控制硬体之后 你就会发现这整个世界完全不一样 小朋友三年级接触电脑课就可以开始学 所以其实就我的上课经验里面 没有一定要三年级四年级学完Squatch之后 五六年级才把硬体带进去 没有必要 你可以三年级在学Squatch的时候 就直接把硬体带进去 因为它真的非常的简单 那我们再讲到如果用Squatch来控制 我们不讨论文字型的 文字型的程式语言本来就可以控制 但是它比较没办法下放到国中小 那所以我们这边讨论的都是图形化的 那图形化程式语言呢 你要能够控制硬体的话 主要是三种类型 第一种就是直接从Squatch去做修改的 比如说Mblock 还有MyPlus 还有那个什么米思奇 像这一类的 它都是直接把Squatch拿去做修改 翻新 然后直接提供做硬体的这个控制的部分 那第二种呢 是属于中介程式的部分 我想我们国小大部分老师会用中介的部分 应该超过六成以上 那这个就包括Mblock 讲错了 包括那个Bdesigner 还有Transformer 像这一类都属于中介的 还有WFduino 那我们再下一次都会 针对这些东西做比较深入的讲解 然后第三种呢 是Blockley类的 就不是Squatch 它是Blockley 那Blockley一样是图形化的积木 那一样可以做控制 那大概是分为这三种类型 可以去处理 那所幸的是这三种类型 其实都很简单 好 然后呢 有些老师就会比较害怕的是说 我要教到开放硬体 那个是电路版的东西 那我对电完全没有经验 我会害怕 那其实各位老师 如果真的用过那些开放硬体的话 你会发现在基础的学习里面 小朋友只要知道什么是电 也就是说什么是回路的概念 那就是它的电路如果有通 那个电有从正电出去 从负电回来 然后中间会经过设备 这个回路如果有通 然后电压电流够 基本上你的电路就会运作 所以什么是通路 什么是段路 什么是短路 还有电压电流跟电阻 这几个部分 其实我们在国小自然科 四年级就教过了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 而且Arduino又是设计给 完全不懂硬体的人来使用 那加上我们在挑硬体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选择有 有扩充插座的部分 那个扩充板的部分 那小朋友就直接把那个杜邦线 或者是那种RJ11电话线插头的 直接插上去 他就可以使用硬体 所以其实不太需要去了解到 像大专的那种电子电路 那我们在国中小的选择 其实国小的部分 也是不用面包板 所以其实在基础的部分 各位真的不用担心 那我们等一下会介绍一个 在疫情期间 如果学校 就是学生在家里都没有设备 那我们会采用线上教学 那有一个很棒的模拟网站 等一下会给各位 做一个简单的练习 然后再来呢 如果说 就这里面 刚刚这里面其实比较难的是那个电压电流跟电阻的对应的关系 那等一下我们会透过那个模拟的网站来跟各位讲 那其实蛮简单的 好那所以如果等一下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你就会学到电压电阻电流的相对应的关系 然后再来如果学生 就是如果老师没有设备 除了模拟的方式之外 其实你要学电还有一个很简单的方式 我们在那种199百货五金行 你可以买到铜箔贴纸 它像长得像胶带 然后另外一种呢是 厨房用的那个铝箔的贴纸 这两种东西其实在我们学电路的时候 可以结合美劳科或其他的劳作科一起使用 那它是直接就可以导电的 所以我们待会会讲这些部分 好那等一下第三个部分 我们再会讲一下那个开放硬体 我们会用最简单的方式 让各位了解说开放硬体到底有哪些部分 那其实我们不用去了解太细部的规格 那知道什么是输出输入 然后它的电压的范围电流的范围 这样子大概就够了 好那我们就 然后那个631 那个1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还是会提到 有些老师很害怕 在或者你去参加研习 有时候去参加那种Arduino的研习 然后第一次去上课上完之后呢 你就说以后不要学了这样 那其实这个不是你的错 这个是老师的错 好那其实我们在上第一次课 如果它是完全陌生 对Arduino陌生的情况下 我们会做一点设计 那等一下我们最后会来分享一下 这个怎么样第一次上课 可以让学生或者是研习的老师 就能够很简单的去爱上Arduino 爱上Squitch 那它有一些很简单的小技巧 好那我们就回到刚刚前面这个部分 好我们先来线上模拟的网站 各位可以我们先来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操作 那各位我们等一下会给各位一点时间 好那请各位呢 上好各位先找一下我的网站 好直接打那个邱文胜我的名字 就会找到这一个制造者时代文胜老师的创意天空 那我们等一下会进的是TinkerCAD的这一个网站 好这一个网站 那这个网站呢 如果各位自己有账号 你可以自己登录 那如果等一下没有账号的人 没有账号的人 请你从我的网站的这一个地方 右上角第一个电路练习的地方进来 那进来之后 好进来之后 然后 会有一个 等一下 好没关系 各位 你进来之后 他会要求你输入那个课程的 输入你的逆称 就是你的名字 那我们会在 我知道那个 各位在线上报名的时候 我们这边有一个报名的表 好那等一下各位记一下你的 记一下你的号码 好最左边是你的号码 你看一下你的名字 然后记一下你的号码 等一下我们没有账号的人 你就直接用 用这一个号码去登录 比如说如果你是二号 那你就打A02 就可以登录了 好从我 从我的网站上面的这一个连结里面 进去之后 他会问你你的名字 那你就直接打 你的号码 好直接打你的号码 好我把那个号码给各位看一下 好 比如说林志豪 他是二号 那他就是A02 好那所以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你的名字 好这是第一页前25号 好找一下你的名字 跟你的号码 那如果你是有Tinkercare的账号的呢 你就自己去登录 好自己去登录 好我们再看25号之后 到49号 好各位记一下你的前面的号码 好再来50号到73号 好各位有发现自己的名字了 好再来73号到91号 好各位都有找到自己的名字 那就麻烦各位 先找一下我的网站 然后呢登录 从这边进去 然后把你的那个代号A0多少 A如果你是10号就A10 去做登录 好麻烦各位先登录一下 我们给各位三分钟应该够吧 文胜老师不好意思 那个就是有在讯息栏上 有老师有那个互动的部分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就是在那个讯息栏的部分 好谢谢 回应的号码就是刚刚我跟各位讲的 前面那个那个A01的就是A01 你是如果你编号是18号 那你就打A18 那个回应的密码也是A18 好那议程有把各位的 那个号码的连结 我PO上去了 各位可以自己查一下 好那各位一边在找网站的同时 我一边就回复一下 那个上课的问题 好那我刚刚有讲 就是其实硬体不会比较难 我们在这六次各位上完课之后 就可以知道小三小四要怎么导入 会比较简单 然后高年级当然一定比较容易 但是我们就是有一些步骤 真的让各位可以比较轻松 可以进入 对A65号就是A65没错 好各位进去之后 会到那个Tinkercad的界面 好我们再一分钟 好那个Tinkercad的它里面 其实以前这个Autodesk公司提供的Tinkercad 以前要12岁才能登录 那现在它多增加一个老师的功能 所以你在老师们在进入这个网站的时候 你可以把自己的身份设定成老师 然后设定成老师之后 你可以开课 开课的话学生就不用账号密码 也不用去申请 可以直接登录 那立川老师你65没有办法进入的话 那你用 刚刚我们只有到91号嘛 那你用92号 我开了100个 所以你可以用92号 邱老师92号我用了 好那93号 好那我就继续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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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各位可以往后试 好,那在各位的Tingercad的页面里面 他早期是提供3D绘图 但是他的第二个选项 这个地方他现在有提供电路的选项 电路的功能 那所以这边会有提供包括基本的电路 跟Arduino跟Microbit的功能 那各位可以直接建立一个新电路 那建立新电路之后呢 好,各位可以在右边看到 这是他的零件区 那左边就是你的工作区 然后上面就是控制你的动作的地方 那我们简单的讲一下 比如说我要做一个很简单的电路 那你就直接把零件拉出来 这个是电池 那如果你觉得一颗不够 这里可以改 我要四颗电池的六伏特 好,这边就可以直接改 然后比如说我要接一颗LED 好,那我就拉一颗LED出来 那滑鼠滚轮可以拉远拉近 然后这边呢 你要拉线的时候直接滑鼠靠近 就可以碰到他的接点 你就直接拉到接点上面 好,正接正,负接负 好,那当你要模拟的时候呢 好,然后再开始模拟 会亮 会亮,但是你发现它不是很亮 不是很亮 所以这跟你的电阻的阻值有关系 所以你点一下电阻 这里其实是可以改 那1000欧姆是太多了 所以把它改成欧姆 然后用大概200左右 你把阻值降低 灯就会比较亮 灯就会比较亮 好,我想这个部分给各位练习一下 所以用这样的一个教学方式 就算你在学校没有零件可以用 或者是说学生在家里 他没有这些设备 那一样他可以在这上面做练习 那我们等一下会再稍微讲一点点进阶的部分 好,各位试用看看有没有什么困难 好,它蛮简单的 历川老师到99还是没有办法进入 OK,那麻烦历川老师用自己的TinkerCAD 好,各位试用 没有关系,那个历川老师 你就自己去电路那边 自己开一张电路自己画就可以了 好,那我想因为它的画面很简单 所以各位操作上应该也没什么困难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好,刚刚我们有讲 其实在我们要玩Arduino的话 或者是其他的开放硬体不管你是Linked还是ESP32 还是这个Microbit 如果你要做外接 那外接的话呢 其实就是你就是要稍微懂这些电的部分 那虽然我们挑的都是模组 那模组使用也有一些共通的原则 我们在下次上课会讲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回路有去有回就会通 所以基本上 你在这个 这一个回路里面 你可以看到这里正极 电流从这里就出来 然后经过电阻 经过LED再回到你的电池 基本上这就是一个回路 那回路有通 电也 电压也够 电流也够 基本上你的原件就会运作 所以当你如果把其中一条线拉掉 那这个就会变成段路 变成段路 那变成段路的话 当你去做模拟的时候 它是不会亮的 所以就可以类似这样子去做一个演示 或者是让同学去做测试 好,那再来 如果你要修改电路 记得那个模拟要先关掉 好,再来我们讲 通路段路跟跟短路 其实跟刚刚是一样的 好,跟刚刚这概念其实是一样 那比较 比较大家可能觉得比较难的是 电压电流跟电阻的关系 那电压电流跟电阻 我们简单的做一下示范给各位 那在这里面如果你想看到电压跟电流的话 我们这边呢 在右手边的零件 最下面会有一个万用表 你拉一个万用表出来 它可以同时量电流 也可以量电压 然后也可以测电阻 这是万用表的功能 所以你的黑色的地方选在哪里 它就做那个部分的侦测 那如果我今天想量的是电流 所以我要选到A的地方 对不对 那这个A不是在这里点 你要在这里选 我要量的是安培数 就是电流 它就会跳到那个A 所以你等一下用这个量的就会是电流 那所以有人常常会问说 为什么我的电阻 我接LED的时候 为什么我的电阻要大概 需要大概在220A左右 我们可以用这里来看 电流表的安装的方法 它是要跟电路串接 就是串在一起 那电压表的话是直接跨接 就是并连 电流表要串连 所以我只要让你的回路 经过电流表 经过电流表就可以了 所以你把原来的回路 经过了这个电流表 这个线可以再多点两下 让它走直角 如果有些比较有在意的话 这样比较看得清楚 然后这个线呢 它也可以换颜色 也可以换颜色 也最近有改版 那我们现在串接好了之后呢 当你把开始模拟的时候 你这边就可以看到你的电流的大小 好电流的大小 那为什么说 你的电阻要差不多在220A左右 因为你看它这个LED 这跟你的使用的元件有关系 你的使用元件如果说它撑不住 它就会烧掉会坏掉 比如说我们把电阻拿掉 假设我们今天不用电阻 你把线直接接过来 所以这个电是直接这样 直接穿过你的LED 那我们来模拟的时候你就会看到 哇这个电流高达487mA 那LED呢 它大概是在 30mA它就是极限 如果你通电通太久 电流那么大 它很容易就很快烧掉 所以我们通常会在这个时候 加一个电阻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加电阻的原因 是这样子 那加了电阻之后呢 如果你的电阻太大 电阻现在是1K的 所以它的电流量很小 那电流量很小呢 它的灯就比较不亮 所以我们这时候可以去改 好改成欧姆 刚刚是1000欧姆 那我现在如果改成 比如说5欧姆好了 如果只有5欧姆的话 电流还是一样很大 它还是一样会爆 好所以 我们就可以再继续做修改 那当你修改到大概220左右 电流大概是17.8mA 那这个是属于安全的状态 安全的状态 那所以如果你再上去一点 比如说500 那它还是会通 还是会亮 但是就很不亮 所以大概是这样的情况 那如果你电阻很小 它还是会爆 但是你小到某一个阶段 它会出现金碳号 那这个大概就是你的LED要烧不烧的那个程度 就是快要烧掉的程度 所以它会出现一个金碳号 那你就可以在 由滑鼠移到那个金碳号上面 它就跟你说 如果你超过 建议值20mA LED可能寿命就会很快就会烧掉 好所以它有这样的一个设计 好各位可以再试一下 好我这边给各位两三分钟再试一下 那我们用这一个TinkerCAD的好处 是因为它所见即所得 好所以你随时换一个零件 随时改变一下那个电阻值 那就会看到实际的结果 这样子会在 因为国中国小 我们是需要比较具体的 要比较视觉化的 具体的操作 让学生比较容易了解 那刚刚那个课题有上传一个LED的 串联的计算器 那这个也可以帮你做运算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电池盒在在这里 这个就是电池盒 好你先拉一个出去 然后你可以决定 你要装几颗电池 它会自动变成电池盒 然后这边可以换几颗电池 它就变成电池盒了 然后它的开关是真的可以做开关的 真的可以做开关的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右手边 这边其实有 还有Arduino跟Microbit 它都可以做简单的模拟 还有马达 墨机 RGB LED光明电阻 人体PIR 超音波 风鸣器 这些都是我们在讲很基本的电学 国小国中不会上到太难 所以这边应该就够用 而且因为它是模拟的 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不怕学生乱搞 那其实学生乱搞 他可以学到更多 学生乱搞 他可以学到更多 比如说他 接了100个电池串在一起 哇 那个电压可能就1500伏特 他有人体红外线 人体红外线 但是没有那个红外线发射器 那这边都是属于比较基础的功能 比较基础的功能 好 所以那个 红外线发射器跟接收器 目前 应该是没有 你在 右上角这个基本的 元件这边 这边还有 刚刚那边是基本的 你可以看一下全部的 全部的东西会更多 这些都可以使用 面包板也有 所以像国中 他们在讲那个面包板的时候 哪一个跟哪一个通 其实你点下去 有没有 他会出现那个绿色的 同一个颜色的 表示这个是相通的 所以你在上面 包板上面做教学也是 你就不用拆面包板给他看 好 他点下去这个 绿色的地方都是相通的 所以哪边是直的通 哪边是横的通 就可以清楚的看到 这边东西超多了 他本身已经是用 HTML5的 所以只要是能够用浏览器的 他都能用 重点就是 荧幕太小 真的很难操作 所以他如果用平板 可能会好一点 好 那包括我们在设计一些电路的时候 你直接在上面就可以知道说 电路可能是对的 或是错的 好 那我想我们这个部分就先讲到这边 我们再来讲另外一个 再来讲另外一个 那另外一个叫做 PHET 那各位在Google的搜寻 你可以直接打PHET 好 直接第一个网站就是他的官方网站 那各位从这里点进来之后呢 会进到他的教学的内容 那因为他有重新版面再重新排过了 那我们的电子电路的部分是在 他把它分类在物理的里面 所以各位从物理这边进来 从物理进来呢 在他的选项里面 我们把其他的东西拿掉 那这一个网站 里面也有电子电路的部分 在这边电磁力跟电流的部分 那这里呢 这里面有一个叫做电路组装套件 直流电 好这一个 那各位可以直接把它打开 那这个网站非常的好用 一直到大学都可以用 里面有各种 物理化学数学的一些模型 地科的模型 生物科的模型 都可以透过这边可以直接 做模拟的操作 好那各位从这个直流电路这边进来 那因为他也是HTML HTML5的这个方式 所以只要有浏览器用都可以使用 好那你就直接play就可以了 好那我们直接进到实验室 好各位可以我等各位先进一下 PHET PHET 好我有把网址贴在讯息列 我平常上课我比较不喜欢 直接把教材 背在那边让学生就直接看得到 我会希望我在搜寻的过程是给学生看得到的 因为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如果你希望你将来学生他能够有自学的能力 其实你要跟他讲怎么去搜寻 怎么去做搜寻然后怎么做选择 物理 选物理之后 在左边 左边的那个物理的栏位教学的物理里面 这边有很多内容 你可以直接往下找 好那你也可以把其他的东西点掉 他的电流在这个电磁力跟电流里面 好所以你把他其他的地方点掉之后 只留电跟磁力跟电流 这个就比较容易找得到 好在这边 电路组装套件 然后直接点进来 我们直接选实验室的部分 那这个比刚刚那个又更简单 好你有电池 有灯泡 然后就可以把电线做连接 好再拿一个电线 连接 连接 灯泡就会亮 好灯泡就会亮 那这边呢 他就 比较没有 刚刚那个那么进阶的功能 那这边也可以做一些选择 也可以去做测量 然后这边不一样的地方是 就是如果我把这个断开了 我再加电池 串接 然后呢 你就会发现这个灯泡更亮 然后这中间是可以看到电子流的状况 那我们 通常国小国中我们是教电流 所以你可以切换成电流 这样就比较符合我们国小所讲的 电从正极出去 从负极回来 那你就可以看到电流的方向 那你到那个大专之后 我们会讲电子流 它是相反的 那你就切到电子流的方向 就会看到电子是从正极进去 从负极出来 然后从正极回来 所以我们一般国小我们是用电流 所以这也可以做 很好的一个简单的教学 那所以小朋友会喜欢在这里 搞东搞西 接了 50颗电池 然后它整个电路就会冒火花 就会起火 也非常的有趣 以上这两个大概是跟 电学有关系的一个模拟网站 好不晓得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再给各位两分钟 做操作 对那如果你在实验室做你就会担心 它又把你的设备烧掉 但在这里你就不怕 真的很好玩 学生在其实 学习有很多是在尝试错误 所以学生 PhDET的连结在上面 所以在不断尝试错误的过程中 其实它就可以学得很好 那将来你在做实体设备操作的时候 也会降低你设备回损的部分 好那这边还是有其他的 像我们 四年级有一个自然课是学说什么东西会导电 不会导电有没有 这些都可以接上去 好比如说我把这条 导线拉掉 拉开我把电线 这电线是一定会导电的嘛 那我就不要用这一个 如果我接别的东西 比如说我接铅笔 它一样会导电 但是光线就比较弱 所以它的电阻是比较大的 好那我如果接其他东西 我把这个 铅笔断开 我接手 好那你在 它就不会不太会亮 因为手的电阻比较大 好所以这边就可以讲到很基本的电学的学习的部分 然后这个是实体的像实体的物件 那这个是电路的符号 电路的符号 好所以电的部分我们大概就讲到这边 那我们继续 好所以这样子呢 你其实就可以简单的讲一下那个电压电阻电流的一个概念 电压电阻电流的概念 所以电阻越大电流就会越小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讲一下 那如果这两个都没问题 你的儿童程式Squitch 这里面老师应该都懂Squitch 需要再补充Squitch的部分吗 好那 我想如果要补充的话 我们就之后在一起补充好了 好接下来我们讲一下硬体的部分 好那为什么我们会 我会选Arduino 因为上Arduino 他的我们选的套件 其实会让你有那个动手做的感觉 那动手做的感觉 他是一个具体的操作经验 就是有创客的那个Fu 那当你有动手做的时候呢 你就比较容易去学习跟记忆 那而且他可以很容易的讲到运算思维 跟设计思考 那说实在的 其他的也可以 好也可以啦 但是就没有Arduino那么方便 所以我们基础的教育 我们我还是个人会选择Arduino 那 我们 我们来看一下Arduino的部分 他的一个基础的知识 好 这个是Arduino的官方网站 好 第一个他很便宜 他的那个 这个是原厂的 原厂售价 这个是美金 那如果各位自己去 市面上买的话 一片大概100块 大不了150 所以 其实你把它弄坏 你也不太会心疼 好 我们来简单看一下他的技术规格 那这个网站是原厂的 所以如果老师带学员看的时候 其实 你可以透过那个Google的翻译 去直接把它翻成中文 那原厂是这样英文 所以 现在那个台北市要双语教学 所以你可以用英文来看 好 我们只挑几个重点 他的规格里面 因为这个板子他是可以做 他这边有一个电源输入 所以他是可以把 程式直接烧在里面 那脱离电脑也可以运作 所以他有两种运作模式 第一个 连着电脑的时候 直接在线上做模拟 跟Squatch做互动 第二个直接把板 把程式烧进去 烧进去之后呢 通电 通电从这里 从这里都可以 通电之后呢 他就可以独立运作 好 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规格 他的工作电压是5伏特 所以你的外接的输入 7到12伏 就可以使用 那限制呢 就不要超过20伏特 那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这个板子的 这个黑色的地方 他的 他可以用直流电的DC输入 那DC输入的话 6伏到20伏特都可以使用 那也就是说 你家里的直流电的变压器 家里所有的3C变压器 几乎99% 可以拿来用 就可以直接拿来用 那如果头不一样大呢 就去换一个头 一样大的头就好 所以家里的3C变压器 很好用 好 然后有14个数位输出入的脚位 6个类比输出入的脚 6个那个数字 这个是包含在里面 这6个包含在14个里面 也就是说这14只脚 是可以同时有数位的输出入 这14只脚 0到13 这14只脚同时可以做数位的输出入 而且有6只脚可以做 PWM PWM就是麦坡评官调变 那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不会讲那麽专业的名词 所以我们就会直接跟他说 这有毛毛虫的6只脚 就是可以调整功率的 这个就是白话文 对我们上课尽量讲白话 所以这6只有毛毛虫的脚是可以调整功率的 3 5 6 9 10 11 那所有的14只脚都可以做数位的输出入 好 那什麽叫数位的输出入 就是 输出就是你要去控制别人 你的讯号要从你这里出去 叫做输出 那所以我如果要接到 我如果要去控制电源的开关 就是不是开就是关 这两种状态 如果是两种状态就叫数位的输出 那 所以其实他也很简单可以了解 那另外这边有一个6只A0到A5 这6只脚是可以做 类比输入的感测器 类比输入感测器的连接的地方 那也就是说 你可以找接6种不同的感测器 那可以他可以提供类比输入 那所谓的类比输入就是说 他会转换成电压 从0伏特到5伏特中间的电压 他都有可能把资料给你 也就是说他可以告诉你说 如果你接的是这个温度感测器 他可以告诉你说现在是很热 或者是有点热 或者是不太热 或者是很冷 如果你接的是水位感测器 他可以告诉你说现在水位多高 而不是只有有水或没水 这个叫类比的 那这是属于输入的 那我们在做教学的时候 事实上只会碰到这两排 碰到这两排 那平常就不会碰到其他的 比较少碰到其他的部分 所以你大概只要知道这些部分 那另外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当你稍微进阶一点的时候 就要看到这个东西 他的那这20只讯号角 每一只脚的那个输入输出的电流 输出的电流 大概最多可以支援到20mA 那这是什么样的概念 如果你去使用外面的灯条 灯条如果是单色的 单色比如说白色 那个上面一颗LED灯 大概是不到一个mA 那也就是说 如果你直接插单色的灯条上去 他的接角可以直接让你点亮20颗 LED灯 不会坏 但是如果你 超过这个范围 你的Arduino板子就很容易一下子 一阵子一阵子就会坏掉 所以这就要看你的输出的能耐 那像那个ESP32 或者是那个Microbit Linkedit 或者是其他的 其他的那个单晶片的板子 大部分都是只有10mA 大部分 只有Arduino的这个电流量比较大 所以你大概这个大概知道就好 那这个还有什么用 就是说你知道这个限制之后 像我们的马达 一般自然科用的那个直流马达 那个大概要推动的话 大概是200mA 那所以你也没有办法直接推动马达 你的电必须要外接 这个我们到进阶课的时候会讲 所以大概你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Arduino就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东西 那它可以提供你用程式去控制 你的外界的输入或输出 那我们 通常我 我在让学生 我在讲角位的时候 我会直接上去 Google Arduino 然后直接用图片搜寻 就可以直接拿他出来讲 那这边也会有很多的一个接角的说明 这都可以使用 那这个是Arduino大概的规格 那如果各位 如果各位说大概了解了之后 我们在下一次 下一次要麻烦各位准备这几个软体 可以事先装好 然后 如果你有Arduino的套件 那 也可以稍微准备一下 那我们这六次上课 Arduino实体操作 其实不会很多 但是如果你有心要学的话 还是准备一下 那我来最后来分享一下 那个 第一次要怎么让他学会 如果你是学生的话 我们其实上课有一个安排就是 如果你是针对学生 我们这边会建议 如果你是中年级就开始想要学 或者是他是第一次要学开放硬体 跟Squatch一起学的话 我会建议你直接 从下面 从先讲一个概念 然后让他做简单的练习 然后练习几个概念 练习几个小应用之后 再回来讲另外一个概念 比如说 我先讲数位输出怎么控制LED灯 然后他的原理 讲完之后我就让他去真实的 练习各种不同的控制方式 然后这样来回几次之后 这个数位输出都讲了 来就换下一个数位输入之类的 这样 那几次轮回之后 他有一点基本概念之后 你再跳到小主题 这个是属于初阶的 那如果到高年级之后 或者他已经有 之前有学习过的话 我就会建议你从小主题进来 给他一个小的主题 让他去做 那个 做拆解 这时候就会讲到运算思维跟设计 运算思维的部分 然后做拆解之后再分布去做处理 去解决硬体的部分 解决软体的部分 会可以这样子做处理 那所以我们会建议你在一开始的时候 从最简单的 比如说就上一个感测器 那所以我们会在 会有一点小设计 就比如说 像我们如果是给大人的研习 各位老师如果第一次去上过Arduino的研习 然后第一次就觉得 不想再玩了 那就是刚刚讲就是那个老师的问题 所以我们通常第一次研习 会准备一个很简单的 一个小小的研案 比如说就一个红外线 出出红外线的那个数位输入 然后我的程式大概就让他拉10行 可以侦测 有没有东西挡在前面 这样一个很简单的 技术的一个小 小应用 那这种硬体的话 大概接半个小时就可以讲完 可以做完 然后程式大概也是 半个小时 顶多一个小时 到你完全的解说 到了解为止 然后接下来的 你就弄一个小专案 比如说运动技术器 那因为有红外线 有在他前面有挡住 是一个状态 没挡住是一个状态 那所以你就有挡住 没挡住 你的技术器就加一 那这可以做什么 可以做运动的技术 所以你就把红外线 放在他的头的附近 他就做伏地挺身 1 2 3 4 好 这样 这样子的话呢 他们就可以开始去做 去玩了 所以 你第一次就要把他设计的东西很简单 门槛要降到最低 其他那个会干扰的东西 都把他都把他弄走 然后呢 你如果对象是小学生 你就要讲小学生 听得懂的白话 如果对象是第一次来研习的老师 那你就不要讲太多专业的学术名词 那所以这是很重要的 在第一次上课 然后如果你的专案 第一次上课的专案 就用刚刚的例子 他就可以跟生活结合 现在 防疫在家嘛 要做运动啊 所以你就每天 做好这个程式之后 你每天叫他在家里就练100个福利挺身 就可以跟生活结合 然后 好玩又有趣 哇 这么简单 就可以做一个东西会动 还知道你运动的状态 然后你在 因为你是用Squitch做的 你还可以让Google小姐告诉他说 努力努力加油加油 所以 好玩就比较重要 所以你在第一次是要做一些设计的 那只要第一次 研习老师上钩了 那其实后面就很简单了 那这个是我们今天讲的大概的内容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也不要拖各位 那麻烦各位下次在上课之前 几个软体把它装上去 那这这四个关键字 各位可以在 直接打关键字 就可以找到他们的官方网站 就可以把你的桌机版的软体给下载回来安装 那如果各位懒得去找关键字的话 那各位可以在我的网站 右手边 右手边的最新的这个地方 第三个区块 这边有全国猫咪杯的官网 我这里点进来之后 不好意思不是官网 全国猫咪杯的软体这一个 这一个把它点进来之后 这边有硬体组的 硬体组安装 把猫咪杯竞赛基本安装这边 点进来 这个基本的是那个Squatch组的 那我们要进来是硬体组的安装 硬体组这边 所有的软体都在这边 那麻烦各位就是至少 Transformer 然后Moto IoT Mblock BDesigner 这四个 好各位可以把它 装起来 好四个可以把它装起来 那MAC有 MAC的版本有 但是你要到官方网站去 去抓 我这边没有帮各位抓MAC的版本 那 但是 我看一下 Mblock有 然后其他的版本我不确定 所以可能要看一下 那 今天我 我刚刚补充的这一个新制图 我待会会把它再传给那个 传到那个 老师那边 我等下会公布到我的脸书上面 那各位可以再下载 我也会放在我们第二次上课的内容 然后刚刚老师有问到我们之后的上课 我们第二次到第六次的上课的时间还没敲定 所以敲定之后我会尽快公布在网路上 好 那我想今天我的分享先到这边 好 那不晓得各位有没有什么 其他的问题 好 那 不好意思就用了一下大家的时间 然后 好 那 因为可能有老师要继续就做其他的事情 那就说 等一下邱老师应该还会在线上留大概10分钟左右 那大家就可以跟他互动 然后 接下来我们有一系列的活动也在欢迎各位老师参加 好 那我就说到这边 那是不是时间就给邱老师 我们大概会待到11点15分左右 好 那就谢谢大家 谢谢